咱们打开了第三集的千四公尺草地赛事出闸 慢一点的是这个灰马精神宝宝 那现在呢在内侧的有大哥 他带出一个马位 跟在外面上来浅蓝色彩衣的是猎鹰一月 然后九天鹿雷呢就守在第三匹 那另外呢有国金星际 他是在一个马位之后 另外呢还有贤大马克则是在内侧 跟他并排而跑的呢 就是这匹雅智了 然后一个多马位之后 还有九号的是太平宝贝 接着一个马位之后是圣特罗佩 然后呢有要后上的飞鱼俊 暂时颠后的则是出闸慢一点的精神宝宝 他现在距离前面领放的马匹 已经有整十个马位啊 现在呢大哥还是一马当先啊 在前面继续的带出有一个马位 九天鹿雷烈鹰一月 还有国金星际呢都在后面追他 另外呢就是外面上来的雅智 现在也开始在发力的 好了在之后直成的时候呢 现在大哥还是坚持啊 坚持一个马位这样子 但是呢这个猎鹰一月 猎鹰一月在他旁边拼命的追他 然后呢就有九天怒雷 还有国金星际 现在看起来是猎鹰一月 比较能够威胁大哥 但是大哥还没有放弃啊 大哥在内篮啊 打边下还是有反应的 猎鹰一月在外面 猎鹰一月和大哥 大哥在内篮 大哥和猎鹰一月非常的接近啊 然后两匹马很接近的也包括有九天怒雷 或者是这个五号的咸蛋马克 再来呢才有这个太平宝贝啊 然后呢是精神宝宝 跟着呢是圣特罗佩国金星际飞鱼郡啊 哦 雅智也是最后阶段是最后一匹过终点了 哇 惨了 惨了 这个显文诺今天一黑黑到底了 所有的大人们到现在为止全部输到完 魔咒 哦 这个是非常的接近 大哥真的是稳 不过今天他是受到了猎鹰一月的挑战啊 要看照片啊 里面的是大哥 外面的是猎鹰一月 这根线太粗了 太粗了 看不出来 要拿放大镜看了 但是大哥真的是斗心非常的强 嗯 哎 这个九天怒雷考试及格啦 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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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短 他就跟第三第四两匹也是要看照片 不过九天怒雷好像有稍微赢一点点啊 他有一个马屁股 那个就第一第二就真的要看照片了 哇 惨文诺今天骑什么死什么呢 我真的怕下一场的马金了 我真的怕他会会被拒绝了 不过一天啊 我真的怕他有一个马屁股 就是一个马屁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